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在艰难当中靠着主得胜再得胜愿胜使用我们成为得胜者平安 耶利米书27章1到11节 由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靖登基的时候 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书 耶和华对我如此说 你做绳索与恶加在自己的景象上 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下的使臣之手 把绳索与恶送到以东王 摩亚王 亚门王 泰尔王 西顿王那里 且主父使臣传于他们的主人说 万军至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榜币 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 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 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 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 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 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 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 无论哪一帮哪一国 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扼下 我必用刀剑 饥荒 瘟疫 刑罚那帮 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 这是耶和华说的 至于你们 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 圆梦的 关照的 以及行邪术的 他们告诉你们说 你们不是服侍巴比伦王 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 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 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 使你们灭亡 但哪一帮肯把景象放在 巴比伦王的扼下服侍他 我必使那帮仍在本地存留 得以耕种居住 这是耶和华说的 亲爱的家人们平安 在耶利米书二十七章这段提到 要悲起恶服侍主 直到主所定的时候来到 那这段经文是特别提到 在犹大王约雅进的时候 神借着耶利米告诉 提醒他要对百姓 他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 你要做神所与恶加在你的景象上 今天我特别跟大家用这个恶 用这个恶加在耶利米的景象上 跟神所要套在耶利米的景象上 也告诉这些来到圣殿来敬拜 这位各国的使者也是如此 也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把神所以恶加在这些人的身上 告诉他们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让他们服在 尼布贾尼萨巴比伦王的权下 让他们要成为一个愿意降服在他面前 直到他本国招报的日子来到 所以对一个神的百姓 要告诉他们要降服在这外邦的权下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但是神的计划就是如此 他说直到他本国招报的日子来到 这提到就是神的计划是我们不知道的 但是当神的计划要我们带上这个恶 带上这个绳子的时候 我们愿不愿意降服呢 所以神对耶利米说 无论哪一国哪一帮若不顺服的话 我必用刀剑 饥荒 战争 瘟疫 降服 而这个使他们毁灭 所以这里提到说 当我们不顺服神的计划 有时候神的计划跟我们的计划 相抵触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到底是这样还是那样 还是我要坚决地 这个事实上依靠神呢 还是要完全顺服呢 这里提到当神对耶利米先知说 你要借着神所套在你身上 告诉他们 因为这时候神对他们说 尼布贾尼撒巴比伦王是我的仆人 要借着外邦人来提醒他们 提醒这些神的选民 为什么要借着外邦人呢 因为他们得罪神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许多基督徒 许多神的儿女百姓 我们应当拥有属天的身份 我们也应当有属天荣耀的身份 但是我们为什么常常就没有这个机会 常常看见许多基督徒若在贫穷 若在被瑕疵 若在不自由当中呢 我们好像感觉不到基督徒应该是很幸福 应该是很平安 常常会有苦难 所以想一想就像神对耶利米说 我要拣选这个巴比伦王 要告诉他们说 你们得罪了神 你们应当为自己所犯的罪而悔改 免得一直错下去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透过神的计划 要更敏锐的是 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 不是一味地按着人的想法来做这些事情 免得我们会错过许多悔改的机会 愿神恩待我们 让我们能够很深地去思想这些事情 我们接着来看他下半段 耶利米说 至于你们 做什么呢 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 和张普的圆梦的光照的 这些都是行邪术的 他们要对你说什么呢 他们对他们说 你们不至于服侍巴比伦王 他的意思说 你们不会被掳到巴比伦王 而耶利米说 这不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是 我们终究就会带着这个恶 被神所绑住 被掳到巴比伦王 而这些先知 假先知或者关照的 或者张普的 只是为了要讨你们的喜悦 不是真正要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这些假先知 逃避苦难 避重就轻 而真的是先知 就像耶利米一样 对这些事情 耶利米提到说 但那一帮肯把景象 放在巴比伦王二下的服侍他 我必使那人在本地 存留得以更重 所以耶利米都讲得很清楚 神的心意就是 按着神的计划去 即便被掳 神的时候 到的时候 正如之前提到说 直到他本国 遭报的日期来到 巴比伦一定会遭报 他日期一定会到 以色列人并不是长久被掳 时候到一定会被掳挥毁的 只是我们要等待 所以套去一句话说 我们要能屈能伸 能屈能伸 这暂时的苦难 是熬练我们要等待 这苦难会让我们学会怎么样 在苦难当中思想 我们是不是真的得罪了神呢 我相信上帝爱我们 他也不会白白地把苦难 放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要坦然去面对 我们生活中 在工作中 在家庭中 在你的身体健康当中 有些让你艰难过不去的事情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去面对他 不是去埋怨 而是去想一想 我是不是真的是 从里到外 从年初到年底 都是敬畏神的 都跟随神 所以有时候上帝透过苦难 正如保禄所说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胖望不至于羞耻 那个过程当中 就是熬恋我们的生命 能够可以更加的成熟 上帝绝对不会白白地 把苦难放在我们当中 就正如这群百姓 他们仅像放在巴比伦的王的二相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羞辱 但我们生命当中 有没有面对许多一些 让你感到羞辱的事情呢 但我相信 不是长期如此 而是时候到 上帝会归还给我们 活在回转之中 回转之后更荣耀的生命 所以我们坦然面对这些事情 不要错过 这是神修剪我们的机会 好让我们能够结出更丰硕的果子 愿神恩待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耶稣谢谢你 我们向你祷告 求主祝福我们 让我们在今天这段信息当中 透过耶利米告诫这群百姓们 我们要单单的愿意 在面对许多苦难当中 降服在神的面前 主啊因为你爱我们 把主办的事情熬练 使我们更加的成熟 更加的老练 也求主帮助我们 时刻的提醒 主不要让罪恶 临到我们身上 也让我们有勇气 面对抵挡这些试炼 主求主帮助我们 谢谢耶稣 我们如此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生的名 阿们 耶稣基督得生的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